喜爱手作与文创的林美珍老师 在基隆社大开课 将各种布料结合创意 带领学员手作出最适合自己的包款 因为现在大家不喜欢背太重的包 所以我们用比较轻巧的一些布料来做 那例如我现在身上背这个包 这个包它功能性非常的强 看起来很小 但是它很轻 容量却非常的大 比如说我这里 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人人都出门都必须要带手机 我这个地方可以放手机 手机格 所以你才不会 手机小时候都找不到 然后这个打开的话呢 容量非常的大 它除了可以放雨伞 放你的水服 然后里面还有 它藏了一个很隐藏的一个袋子 这个袋子如果你出国的话 你可以放护照 放一些钱 它是很隐秘性的 贴在你的身上 因为现代人很喜欢手作 因为尤其走文创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发想 我才一直在想 我应该来教一些什么 比较实用性的一些包款 那就是不管你是参加宴会 或者说一般去郊游旅行 所以我会 因为大家的需求 我又想创作很多不同的包 符合每个人的需要 然后有防水款的 有其他的宴会包 比较华丽的都有 我是觉得 大家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 学到了活到老 所以不停的创作 不停的学习 才可以延望我们的退化 然后也鼓励很多的家庭主妇 本来在家里 退休在家里可能没有什么事情做 然后在家里可能就会胡思乱想 可是因为一个礼拜出来上一次的课 可以结交很多好的朋友 大家都快乐地走出来 然后回到家就有产品 就非常有成就感 那甚至有的学员 他可以把他创作的东西拿来 就是说有亲朋好友喜欢的 或者他拿来做四月的第二春 可以拿来贩售 贩售他贴补自己的学费 跟一些就是说他的材料费这样子 那每个人来上个都觉得很期待 因为觉得每一次上个都有好的成就感 有好的作品可以回去 另外社大老师李立云 教导蝶谷巴特拼贴彩绘之外 也研究玻璃雕 让用不到的瓶瓶罐罐 拥有新生命 那玻璃雕你可以用很多玻璃的形状 来做出不同的效果 那你里面还可以放了LED灯 那你的像酒瓶啊瓶罐子啊 什么就是一些瓶瓶罐罐不要的东西 你都可以护以他新的生命 他就会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芬采我也是有拿到证照的老师 所以我们盆彩的东西 学生的作品也很多 还有这个就是那个金剧的画画也很漂亮 那学生也都画很多 那其实蝶谷巴特 其实它可以结合很多不同的东西 下去做不同的效果 基隆社大推广终身学习 每位老师达人将丰富精彩的课程传递出去 协助社会大众开拓视野 享受不断学习的乐趣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